猪鱼 它首先是春天开的是白花 然后到秋天接着果实 同时它可以入药 它能够杀虫 可以防止蚊虫叮咬 人们觉得它是能够辟邪了 具有辟邪欺凶这样的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典故 可能也跟汉高祖刘邦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关 当时是有一个刘邦的妃子 叫七夫人 七夫人遭受到女后的谋害 七夫人的一个侍女 侍女假似就被贬出了宫 然后嫁到平民百姓那里去了 同时它就把重阳节的宫廷 这个重阳节的习俗就带到了民间去了 在宫中它这个其他的妃子和宫里门 它也是怕这个女后残害 所以它就期待的 总是期待着这个猪鱼 配戴猪鱼能够避邪 第一呢就是说我直接把那个鲜叶 直接插在头上戴在身上 第二个呢它就可以做成香囊 以香囊的形式佩戴 佩戴在腰间或者是佩戴在袖口 第三种呢就比如说它可以做成发卡子 簪子有一定功能和作用的物品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就是挂在屋里头 就是门前这样来驱蚊来辟邪 然后佩戴呢它也有个讲究 就讲究偶数成对 因为重阳已经是个激阳了嘛 成双成对人家说好是成双嘛 总是它的一个说头 就是说最低呢是要配四个 最好的是八 配在八个 就比如香囊它可能是一串 或者两串 另外一个它是男女也有不同 男性呢是带在左边 女性呢是带在右边 那么这个时候菊花呢正好盛开 除了佩戴珠衣以外 人们也有这个佩戴菊花 这样的一个习俗或者是诗心吧 就杜牧曾经写到呢 城市南风开口笑 菊花续叉满头归 苏东坡的好朋友刘继孙 曾经呢写诗问苏东坡说呀 四海共之双臂满 重阳尘叉菊花五 我们闪菊花 然后呢在佩戴上 珠鱼 同时呢就比如说像 现在呢可以看红叶 看秋景 就是五菊五酒不重阳 不插珠鱼不过节 哦 啊 哦 wollte subscription 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